即使歷經了2008年金融海嘯 每一年都有配發股息 配得很穩定 有哪些公司呢 當然了 如果是金融海嘯那一年 都還有配的話 被疫苗丟失 大家好 我是彥利 歡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就是金融股最近大回檔 像是趙鋒金呢 就已經回跌了15% 現階段可以低階了嗎 還是要再看看再等等呢 以及最近美國科技股 其實呢也是大幅的修正 相關的科技經驗要怎麼選 今天節目裡頭 都會幫大家做完整的分析 首先呢我們來歡迎第一階段的 來賓式資深分析師陳維泰 維泰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其實維泰針對金融股 寫了很多專欄跟文章喔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可以去Google搜尋一下 不過我們要先來關心的是 也是我幫大家做的 獨家的整理的表格 就是呢 大家當然會說啦 最近金融股揮擋很多 可是我就是在乎配息 而且呢我不是做短線價差的 我就是要純股 我就是愛金融股 那要怎麼挑呢 這個表格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大家整理的是呢 即使歷經了2008年金融海嘯 每一年都有配發股息 配得很穩定 有哪些公司呢 當然呢如果是金融海嘯 那一年都還有配的話 第一名就是照封金 包括今年在內 連續配息配了20年 那今年的股利政策是 現金一塊四股票是0.25元 然後其他的像是第一金 也配了18年 今年的股利政策是 現金一塊錢股票是0.2元 還有呢 華南金跟中信金 其實各每一家都不錯啦 但是我總結來說 第一個就目前的股價的位置 來看的話 現金吉利率超過5%以上 是元大金開發金跟 跟還有一家 你說5%以上 5%以上其實蠻多的耶 是喔好我記得是三家啦 然後那另外一個就是呢 也因為最近股價其實都有回檔了 大家就會問說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低接了 我們首先來關心的是 大家最喜歡的就是 照封金 為什麼要先關心照封金呢 因為照封金 連續20年都有配息 而且呢每一年幾乎都填息成功 他的現金股息殖利率都超過5%以上 當然現在沒有啦 因為之前股價漲太多了 他的現金股息大概是3%之多 那同時呢要來關心照封金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因為呢 最近大家防疫險很多人在申請 那當然目前呢就是金管會還有這些產險公司 還沒有得出一個最終版本的共識 因為這到底要怎麼理配嘛 現在就是快篩陽性就是確診 可是呢這些保險產險公司就說 還希望能夠更精準的一些確診的一個證明 那有幾家公司防疫保单是賣比較多的 像是富邦 國泰 趙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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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信 那事實上呢 我自己知道的狀況是 大概就是國泰 富邦 趙峰 大概是賣的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直接講趙峰金的股價好 這個主持人廢話有點多 從高點拉回來已經15%了 所以分析師覺得 維泰覺得可以做低接嗎 還是要再看看 好 當然如果說以目前來看 大家都非常關心就是趙峰禪線 他到底會帶給我們趙峰金 他在今年的第一季的一個財報 是不是到底有多少的一個影響 那我覺得市場上面包括法人 其實都會非常關心的這一點 那這一次呢 其實在整個趙峰金的一個股價來看 的確是從相對的高檔跌到 最近的一個低點 那個跌幅其實是蠻重的 而今天收盤我們錄影當下是 三十八塊 三十八塊差不多 那這波其實趙峰金跌的蠻重 但是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因為其實如果說就整個波段的角度來看 趙峰金相較於其他的金控公司 他其實波段漲幅比較多 對 因為波段漲幅比較多 情況之下他比較高嘛 所以當他回檔的時候這個獲利了結賣壓也就會比較重 OK好 那大家會關心 那到趙峰金到底如果真的要買 大概要等到什麼時間點 好 那我跟各位兩個參考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趙峰產險的一個衝擊到底什麼時候會揭露 通常在股價現在的下跌 應該就是領先反應 就是在產險部位可能會造成的一個虧損 所以在股價上面優先做反應 所以等到這樣子的利空消息正式見報之後 很可能短線上面在股價上面會有一個止跌的機會 就是已經會利空出境的一個狀況 對 有可能會利空出境的一個狀況 再來第二個呢 我們看到這一波拉回事實上 從45塊錢拉回到最近的一個價格是38塊錢 我來之前特別看一下這個趙峰金他的一個禁止 他禁止大概在24塊錢左右 所以如果說從股價禁止比來看 現在他的一個股價禁止比大概在1.6倍 1.6倍 那如果說像這種比較是屬於指標性的公司來看 我個人認為說掉到1.5倍以下 這接近到1.2倍 基本上都是一個中長線布局的一個時間點 1.2倍喔 天啊 趙峰金其實這幾年很少是1.2倍的股價禁止比 不過我覺得 如果有到了 當然就超好買點 對 不過剛剛維太有講到一個另外一個 major number是1.5倍左右的一個股價禁止比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手上有的人就繼續擺 如果現在這種狀況來講 我覺得都不要再賣低了 不要再賣低了 反而是如果再跌一段 或者是說再遇到 因為如果大盤一起修正的話 趙峰金可能還是有一點點壓力 是 這一波其實金融股跌的比較重的原因 跟這個外資的提款有關 外資在這一波段的一個提款的對象 從原本的一個電子全資股 開始轉向到這個金融股 那原因當然也是因為 就是前陣子我們的總裁有提到說 我們台灣的金融股 台灣的一個銀行不一定會跟著 就是美國去做同步的一個升息 所以造成我們國內金融股的一波 比較是屬於類似失望性賣壓的產生 不過我認為說 雖然說總裁是講說 我們不會同等幅度的一個升息 但他沒有說我們不升息 我們還是會升 只是沒升那麼多 對 所以基本上在升息循環的一個情況 沒有改變之下 其實我認為其實金融股 它的一個在這個升息循環所 造成的這個所謂的一個誘因跟利基 基本上都還是存在的 好 反正呢 就是好股票 好公司 就是越跌越美麗啦 是 回到我們第一張手版喔 好 那今天呢 幫大家整理的這麼多的好的金融股裡頭 剛剛提到 即使歷經2008年的金融海銷 都發得出股息的好公司呢 有華南金 兆豐金 中信金跟第一金 剛剛已經分享完兆豐金了 是 其他三檔 我想請維泰幫大家點評一下 如果是你現階段想要存股 存金融股的話 你會怎麼選 好的 很多朋友在選擇這個存股標的的時候 都會優先去看它這個配息的狀況 然後它的殖利率的高低 但是我跟大家的看法比較不太一樣 我個人會去挑選這家公司到底對投資人夠不夠好 也就是說它在每一年的一個配發的這個股力的一個比例啊 到底是不是夠穩定 是不是夠大方 穩定 大方 不能今年好然後明年不好 像最近就有幾家公司就是它配發的股力 不如市場預期 我知道 陳崇明老師有在FB抱怨哦 中信金 他說 古年賺那麼多 這次怎麼配的好像不如預期 其實不只中信金 還有另外一個金 其實最近的配 他去年賺10塊錢以上 但是這次配的也沒有很高啦 好 來 我們不說了 OK 好 所以剛剛所點到的這四檔個股當中 我特別幫大家把最近這三年的一個股息發放率 幫大家整理出來 首先我們現在看一下剛剛所看到的趙鋒金 趙鋒金在2021年是配發74.1% 然後2020年配發85.9% 2019年是配發79.8% 換句話說 基本上趙鋒金 他每一年的配發的一個股力率 大概都是在八成左右 算是相當相當高的一個水準 那同樣的是屬於關股行庫的 包括在華南京的部分 2021年他配發60% 2020年是配發40.9%而已哦 2019年是配發45.2% 相形比較之下 華南京稍微略輸一籌 稍微比較辛苦一點點 對對對 好 再來 另外一檔是2892的第一金 第一金在2021年配發80% 但是2020年跟2019年分明都是只有69% 接近70% 所以如果說就這三家所謂的關股行庫來看 的確是趙鋒金算是拔得頭籌 好 那再來看一下中信金 中信金其實他是水民營金控當中 形象表現都算不錯的 但是我們看到他在2020年股息發放率是45.8% 2020年是48.8% 2019年是46.3% 換句話說其實都沒有超過50% 所以如果說站在存股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個人會比較認為說應該就挑選就是 對投資人比較大方的公司去參與他的一個定存股的一個操作 所以維泰老師的意思就是趙鋒金打勾 打勾 第一金 優選 趙鋒金優選嗎 優選啊 優選跟我們節目頻道優選一樣 趙鋒金優選 那第一金也是優選嗎 次選 那華南金 華南金可能就 如果還有多餘的資金的話再來選擇 那中信金就是不選 中信金應該是說他的這種股息發放率的比例 他比較不適合拿來做存股 但不代表他不可以做價差 因為在金融股 在清控股個股裡面 其實我發現到其實民營清控他的股價的波動度是比較高 那股息比較活潑的清控個股比較適合拿來做價差 好 其實我覺得台灣每一家金融股都不錯啦 真的 絕對不像最近我看到其他節目有人在喊 現在買金融股會套勞十年 我會覺得其實未來十年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蠻難評估的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很中肯的跟大家分析 就是如果我現在才要存金融股 特別是最近金融股有一些回答 我看到的是可以嗎 如果是存股還是你覺得存股也不急 我們慢慢存 好 其實我認為不管是存股 或者是做價差 基本上時間點都很重要 對不對 再好的股票 他都有適當的切入的時機點 那如果說站在中長線角度去看 升息循環大概未來兩年到三年 可能不會改變 所以基本上對金融股的基本面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那如果說就整個他的一個股價表現的話 這叫做金融保險的一個所謂類股的指數 它是屬於周K線的架構 我們從周K線可以觀察到 目前它的一個季線 半年線跟年線都是屬於多方排列 OK 那這個波段的從高檔做拉回 可能就只是跟之前一樣 它是屬於短線上面的正瓜離擴大 所造成的一個拉回 所以基本上它在前幾次拉回幅度 都碰到半年線的位置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說這一波 如果按照它過去的慣性 也很有可能會在半年線附近 就會先做止跌 那現在剛剛好 我們看到最近的一個金融股的股價 像剛剛的兆風金也好 第一金也好 或華南金也好 他們在最近他們的股價表現都剛剛好 就跌破季線 要去回這半年線 所以我剛剛才跟大家說 目前手中還有金融股的投資朋友 現階段不建議大家去做撒滴 意思就是我們觀察能不能夠 回到半年線 甚至首穩半年線之後 也許會有另外一波的行情 是的 好 聽起來充滿了希望 然後這個是維太 剛剛有幫大家特別解釋的 就是雖然我們不會百分之百 跟美國聯準會的升息的幅度 一模一樣 但還是會升 之前吳教堂老師有教大家 大概可能會升一半左右 那我不知道維太有什麼要補充的 好 除了升息的力道 可能會減半之外 但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就是我們的一個央行 以前是會議的日期 那麼左邊是美國聯準會的一個 會議的日期 那麼最近這一次是在5月5號召開 所以升息兩碼 這符合市場的預期 那麼台灣因為 在這次5月5號 我們並沒有所謂的央行 理監視會議的日期 所以並沒有這樣類似的利多消息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下一次聯準會議 開會時間在6月16號 但台灣央行的理監視會議 也在6月16號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如果就目前來看的話 對於金融股來講就消息面而言 很可能會在6月份會有比較利多的消息出來 因為到時候就會有很多的媒體會去揣測 那麼這一次我們央行會不會也跟進升息 那上一次沒升 這次呢 假設美國又在升了 我們難道不跟嗎 如果我們不跟的話 那美元跟新台幣的利差就會擴大 那利差擴大很可能就會造成什麼 造成我們的資金會外移到美國 就是台幣繼續扁 我想央行也不樂見 對 沒有錯 所以其實為什麼說 在升息循環之下 我們基本上也是會升息 但是升息幅度可能沒有那麼重 是主要原因 對 好 我們也會升 那對金融股來說 就是另外一項利多 股價上會有一些相關的一個支撐 好 再來我們看的是說 要不要期待今年的出席行情呢 答案是yes or no 先給答案吧 我覺得是yes 好 但是有四個 變數跟因素要來考慮 對 跟大家來去做一個分享 首先第一個 我個人認為 這個除權息行情基本上 重點在於後面會不會填息 對不對 好 那填息要如何做到填息 就是股價要漲嘛 對不對 那股價要漲基本上跟什麼有關係 第一個 跟當時市場氣氛有關 OK 那麼假設在今年的下半年 第一個碰到這個所謂的一個大選 再加上所謂的一個資金行情 就是配息我們今年可能2.5兆的股力活水 好 那我們在這兩個利多加持情況之下 基本上下半年的行情會比上半年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在今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剛好碰到金融股出息的時間點 基本上我覺得填息機會是高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股價位階 就剛剛我們看到以兆風鏡來看 兆風鏡從高檔拉回都超過15% 換句話說等到6月份7月份之後 假設股價再往下撤 甚至撤到半年限 基本上它回檔的空間大概已經拉到20%了 換句話說 它的目前的股價位階 算是相對低位階 第二個殖利率高低 我們剛剛提到 這一波在前一個月 殖利率高這個部分 大概就只有3% 4%左右 因為股價漲上去 可是接下來拉回來之後 大概在4% 5%以上的金融股 就慢慢變多了 對 那麼這時候 低階買盤就會增加 而買盤做增加 基本上對股價的支撐力道 就會發揮效果 這只有有機會 把股價往上推升 所以這也是有機會去做填息的原因 再來就是產業減景 那這不用講 升學循環2年3年 基本上目前看起來是不會改變 所以我才認為說 今年的金融股 可以趁拉回來之後佈局 然後參與出席 不過我們還是來幫大家解讀一下 就是為什麼其實 維泰還是蠻看好金融股的 因為市場上 現在其實有不同聲音了 有人甚至認為說 聯準會升級高一個階段之後 甚至可能會降息 就不利金融 不過我覺得那應該是很遙遠的事情 所以維泰看好金融股 其實是有一些原因的 台股上半年先蹲 下半年後跳 上半年先蹲的原因 其實不是完全因為金融股 因為這個電子業有缺料 也跟這個供應鏈斷鏈的一個情況 所以使得在近年的第一季 基本上看到電子股拉回修正的幅度很深 又很多的電子股 甚至都出現腰斬的一個情況 在股價上面 可是在金融股最近是呈現高檔的補跌 補跌完之後 整個大盤的一個修正 大概就接近尾聲 所以我認為說 在今年整個台北股市 會是出現上半年先蹲 下半年後跳的一個格局 那麼上半年先蹲 下半年後跳的原因 第一個 2.5%的股利 基本上按照過往經驗 是從每年的7月份出席 之後開始去做發放 所以就是落在所謂的下半年到 那麼可能一般投資人拿到股利之後 可能會去買一些保養品 或者買一些 可以再投入市場 但是法人基本上就不會拿去消化掉 法人基本上就拿去再投入市場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下半年的股利活水 大概從7月份8月份開始 慢慢慢慢的回來 好 那麼還有一個很重要 今年有一個九合一選舉 是在11月的26號 那果然按照過往的經驗呢 往前推半年 就是所謂的一個 就是政策可能開始做多的一個時間點 那如果政策要做多 要去做互盤 會拉誰 當然還是會以金融股為主 OK 好 那麼再來 我個人認為說 現在大家一些專家所提到的 一些潛在性風險 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它的確是存在 太短時間之內也不會做消失 那所以給投資朋友建議說 目前其實在整個操作策略上 雖然我們對於金融股還是看好 但是這個持股比例 還是要稍微做拿捏 好 就是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不見得一次要買滿 然後我們可以分批買 是的 最後我想問一題是 腳本上面沒有的問題 就是呢 因為維泰有兩個小孩 如果想要幫小孩子存金融股 你會選哪一檔 好 我可以選兩檔嗎 可以 可以選兩檔 一檔是趙鋒金 一檔是玉山金 好 水 因為今天鄭廷宜老師 他跟我請假沒來 我也幫大家偷偷公佈 他幫他小孩子存的兩檔金融股 台慶營跟第一金 鄭老師不要打我 這是我們今天節目的彩蛋 也非常謝謝維泰今天的參與 謝謝延利 謝謝大家 好 接著呢 我們來歡迎第二階段的來賓 是安聯投信的副總裁程浩誠 副總裁你好 延利姐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其實呢 最近看到美股當然是科技股 是跌幅比較重 那可是呢 我們也同時看到 第一季的美國經濟成長率是負的 我們還是想要關心 美國的經濟前景到底如何 以及科技股到底跌完了沒 所以不然我想先請你幫大家解說一下 就是呢 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是美國經濟衰退 因為畢竟第一季的GDP是負的耶 美國經濟有這麼糟嗎 我覺得在講我們看好基本面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近很多人在討論這個 美在殖利曲線倒掛 但是我覺得這個現象其實可以分兩個層面來看 我們覺得就第一點就是說 十年債和兩年債之前是倒掛了 但是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我們看一些其他天氣的 包括十年在三個月起 甚至是聯準會自己比較喜歡做的參考指標 其實根本都還沒有到 離倒掛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來講的話 就是說其實你看一下這過去的經驗 就是說你過去幾次當中 我們說倒掛了到實際上發生衰退有多久的時間 那當然你平均值是十五個月 我們如果看說你最短也曾經有六個月 但是你最長也有到二十四個月之後才衰退 所以我們覺得大可不必 因為說好倒掛了 我們要衰退了 我們現在賣股票 因為其實你在過去殖利率局限倒掛之後 十年期兩年期 其實常常還有一段行情可以走 所以我們覺得以現階段而言的話 其實我們對於倒掛 就是說衰退 其實並不是我們認為 主要的我們看的一個情境 好那接下來我想要了解 就是請博恩繼續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說 那我們現在需不需要去擔心泡沫 或者是其實我們現在很明確的看得出來 因為剛剛博恩有特別提到 其實有些公司財報 不錯啦 可是呢股價持續修正 我覺得這跟市場上 大家現在比較習慣用所謂的真正的本益比 而不是用本益比來衡量一家公司的價值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這一點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線 橘色這條線是未來十二個月本益比 其實我們這邊是從20203月 就是疫情期間開始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現在本益比 你已經有點像是說 回歸到疫情時候的本益比了 對 也就是說你當初可以說 好 那你灌的流動性 你去撐高那個本益比 但是說實在話 我們現在本益比已經回到了先前的原點 然後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推論 我們可以說 其實那你這一波多頭基本上就是由資金撐出來 對 但是資金效應已經下去 但是我們可以說 我們看這獲利 其實這個行情就是現在是由獲利所支撐的 所以我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說 那當然我們現在遇到一些升息 我們剛剛講 速度幅度都還不太確定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在這波修正之後 我們已經可以說 其實你不用太擔心說 現在是不是股價非常貴 你反而是說 你在這波行情當中有沒有哪些股票 那或者是產業是被挫殺的 去尋找進場的機會 但實際上你經營團隊的一些 包括穩定性 還有它操作風格也是很重要 那關於這一點來講的話 其實在我們安聯這邊 其實在今年來講 我覺得很不簡單 就是說年初資金結到四月底 已經獲得了33個獎項 就是不管是團隊 或者說在基金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主動的操作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是有信心 去幫各位投資人去選出 我們覺得符合現在趨勢的一些股票 那再回過頭來講就是 其實科技股 雖然目前看起來好像壓力還是在的 但是如果說大家覺得 對未來的科技發展 其實我們還是覺得日新月異 科技股還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資產的部位 那未來科技股的獲利的展望如何呢 其實講到科技等於是今年以來 大家最關心的重點 因為NASDAQ指數你可以看到 是現在波動性非常高 那但是我覺得如果講到獲利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是年初資金 各產業的年初資金漲幅和營餘年增率 其實科技年初資金漲幅 那當然沙盤很凶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去看到它獲利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不含能源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獲利還是優於大盤 其實營收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覺得這就有點像說 其實它還是繳出了一個不錯的成績單 那當然其實對於未來展望 大家都會講的比較保留 因為現在有很多不確定性 那但的確它現在還是有在賺錢 還是在成長 那另外一個重點其實就是我要講到 我就說其實現在大家最怕的是什麼 講通膨 那講通膨大家講到企業就說 好我如果成本上揚了 我會毛利率受到影響 然後但是毛利率會不會受到影響 影響幅度有多大 這重點來就是說取決於說我到底定價能力 轉價嗎 我轉價能力有沒有很強 那但是如果根據這個研究來顯示來講的話 就可以明顯看到說 民生消費品當然轉價能力很強 因為那就是 我們壓力都很大 十一柱型的必需品 你這個你就得要承受 那但是呢 其實你接下來往下看 你看通訊服務科技 它也是定價能力很強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今年當然科技類股 需要一些逆風 那你不過剛剛講的本益比 那或者說利率上揚之後 那造成一些那種比較成長性的壓抑 但我們覺得說只要持續 獲利有成長 其實我們覺得你現在反而是可以從中去尋找一些標的 好那標的的部分呢 當然安聯投信是今年基金獎的大贏家 安聯投信也非常多的基優的標的 可是觀眾朋友就想了解說 有哪些比較長線基優的科技型的基金 我這個時候呢 可以做定期定額的佈局 是一個好的時間點呢 好剛剛那個燕利姐講到很重要的就是長線 就是說你現在去挑的股票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挑那種有結構性成長題材的標的 那以這一點而言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看好那種AI人工智慧這一塊 那因為我們覺得其實在過去幾年 大家可以感受到那個5G的建設漸漸完備了嘛 那其實在5G建設完備之後 其實就讓很多的AI的應用 然後開始可以商業化 也就是它應用範圍它也可以變得更廣 但是我們覺得說你現在AI來講的話 其實它應該是用一個更廣的面向來看 因為我覺得現在你在看美股 十大類股分類有時候 有時候我都覺得說 其實很多全職股 比如說你說Netflix 它到底是媒體 然後還是科技股 也是軟體啊 對 什麼都是 然後你說那個亞馬遜 也是一樣它做零售 那但是它也有各種 變商 對 也有賣輸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科技已經走到說 其實你們都是跨產業 就是界線越來越模糊 對 界線非常模糊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說AI基礎就是我們所謂那些硬體 那那些軟體相關應用的部分 那我們有投資 那應用的部分就是說 你AI那些APP 那些其他你在自動化啊 機器人還有社交一些軟體這些應用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團隊認為 你如果要投資很廣泛掌握這個題材 你可以去介入到可攝入產業 就是說你農業 那你醫療 那你各種能源 其實現在各行各業 只要有用AI去增加它營運效率 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基本上你股價漲不漲 大家不會看你什麼產業 看你股價獲利有沒有成長 所以我們覺得說在我們的團隊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不是針對那種好像比較狹隘的科技類股 而是說你把整個投資範疇拉開 那對我們來說的話 其實這就是可以掌握一個主題 是AI成長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家每個人都想挑一個很好的時間去進場 但是我們覺得說 其實你折食不容易 對 那你現在定期定額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介入方式 那但定期定額其實你要怎麼樣去 停利也是一門課題嘛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在安聯投信這邊 提供的線上平台就有一個鎖利的機制 其實就是說你在開始投資的時候 那我們幫你 其實你先去設定一個你預期的報酬率 無論是金額或者是報酬率百分幣 其實如果達到目標之後 其實我們就自動幫你輸回 那無論是入銀行的戶頭 或者說再幫你轉申購另外一檔基金 然後你定期金額就持續在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最近我們推出這個經營獎優惠 就是說在6月30之前 那其實我們會提供那個我們基金選基金 那一些零手續費率的方案 那另外針對那種新開戶的投資人 其實我們也提供 這種一定手續費的優惠券 所以等於是提供給各位說 在最近市場比較震盪當中 等於是說 提供你一些勇於進場的誘因 那我們覺得說在今年的一個行情當中 其實有修正 其實今年的重點 當然就不會是在於說 你追高去創造什麼活力 而是說當你有修正的時候 你如何去低階 那在創造這個資本利得的空間 好 其實當行情在震盪的時候 就是我們存基金的最好的時間點 好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請大家來留言的就是呢 觀眾朋友你會期待今年的除息行情嗎 以及大家都存了哪些科技基金呢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今天也非常感謝白安安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下期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